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很精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like 小时候家里不是很富裕 大病没有,小病不断 感冒,咳嗽,常常陪伴着 妈妈带着我去看中医,吃中药 越来越光顾着多了 会闲聊一些,平时注意身体小片方 其中吃苹果,就是老中英告诉我的 清澈的一块神奇的止咳水 可以反反复复咳嗽绝望着的人 可以试一试 之前咳嗽的三个月一直不见好 白天偶尔咳嗽几下 但是到了晚上,感觉咳嗽心肺肝 吃了西药,喝了中药,试变了各种偏方 烤橘子,蒸橘子,就叉叉橘子了 直到有天,想起老中医给我的这个配方 我连续喝了五天,现在不渴了 简直是救了我的命 今天就把这个咳嗽的食疗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个洋葱 第一,可以去痰、利尿 洋葱所汗的植物杀菌素 有去痰、利尿、发汗 预防感冒、抑菌防腐的作用 洋葱所汗的糊皮的物质 在人体内的黄铜唇的诱导下 可以形成一种药用配糖体 它具有很强的利尿作用 可以用来辅助治疗肾炎等疾病引起的水种 第二,可以杀菌、消炎 洋葱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可以有效杀面葡萄橘菌 炼橘菌、橘菌以及白后橘菌 从而使身体保持健康 第三,可以促进消化 洋葱中的挥发油 具有刺激消化腺分泌的作用 从而起到健胃和出消化的功效 第四,可以提升健体 洋葱中的蜡素 可刺激那些分泌眼泪 同时就有很好的提升作用 可以促进新陈胆泻 增强体力、消除疲劳 提高注意力 促进脑部活性化的功效 第五,可以预防血栓 洋葱中还有一些 能激活血绒性纤维大白源的活性成分 可以起到阻止血小板凝聚的作用 从而预防血栓的形成 第六,由于心血管健康 洋葱还有降血质的有效成分 被认为抗动脉菌胺硬化的两药 洋葱还有的前面腺素 是一种较强的血管疏伤剂和软化剂 能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 可以促进那样的排泄 是高需要患者的良药 洋葱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 第七,预防老年斑 洋葱中含有的肉质和人体必须的维生素的燃养成分 有注意去除面部老年斑 延迟皮肤衰老 此外洋葱中含有较多的半光酸 是一种抗老化物质 可以推止细胞衰老 可使人延年易受 第八,防癌抗癌 洋葱中最有效的就是天安抗癌物质 骨关干碳 当人体内这种成分争夺时 癌症发生几率就会减少 它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具有防癌抗癌的作用 接着再准备一个苹果 俗话说一天吃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具有多种区别养生的功效 还是美容养颜佳品 苹果所挖的营养很全面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适合各个人群食用 第一,苹果可以止蟹 苹果中的果胶和纤维素 有吸收细菌和毒素的作用 止蟹只需每日早上空腹吃上一个苹果 就可以见效 这辆水蟹 只用半个成熟苹果适量 加水煮 连汤使用 第二,可以预防糖尿病 苹果所含的果胶能防止打果存增高 减少血糖的含量 适量使用苹果 对防止糖尿病有一定的作用 这两糖尿病患者应该吃酸苹果 防止高血压 苹果含有较多的钾 较少的钠 苹果中的钾能与体内过剩的纳结合 使脂质排出体外 第四,可以增进食欲 苹果中所爱的溶解线磷和铁 容易消化可吸收 还可以防止贫穴 经常吃苹果 还可以增加血色素 使皮肤变得细白红嫩 用苹果汁要拼血 可以生吃 也可以烤手吃 第六,可以减肥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苹果酸 可以助进 使唇肌仁体内的脂肪分解 经常使用苹果 可以防止肥胖 苹果切好之后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一块生姜 生姜我们用清水清洗干净 第一,生姜可以温中植藕 生姜性质温热 胃心有温中植藕的作用 可以治疗皮肥虚寒 食肝引起的皮肥功能不合 牙伤胃胀 胃痛 食欲不振 恶心 想吐 大便坦息等症状 第二 可以温肺止咳 生姜有温肺止咳 结表想汗的作用 对于肺痒咳嗽 咳痰以及风寒感冒 有治疗的作用 第三 贴益菌 生姜能够抑制细菌繁殖 预防感冒 消化到感染 体寒 预精不调 痛筋的患者 也可以适当地受生姜 吃过生姜后 人体会有发热的感觉 因为这是它使血管扩张 血液加快循环 可以处置身上毛孔张开 这样不但可以把多余的热带走 同时还可以把体内的冰菌 寒气一同带出 当身体吃了寒凉的食物 受热雨淋 或者在空调房间里带久了 可以多吃生姜 就能够及时排出寒气 消除因肌底寒重 造成的各种不适 生姜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切碎 切好之后将它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煮开 再煮1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将这些姜捞出来 如果会吃生姜的 也可以不捞 制作饰品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 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兽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把苹果和洋葱放进去 再煮上10分钟 时间到之后 再加入几颗冰糖 冰糖对咽喉 有很好的湿润 和物理的治疗作用 有了于局部炎症的治疗 可以吸食呼吸道炎症 和分泌污黏臭度 有了于止咳化痰 还可以保护呼吸道上皮 提高免球蛋白功能 能预防呼吸道感染 冰糖煮至融化之后 装入碗里就可以开吃了 洋葱加苹果煮碎 经就实惠 而且吃个效果也是非常好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兽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